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TVBS 新闻9点整的新闻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 S拐东西昨天下午正在执行 零件更换保养后的试飞任务 而试飞任务风险本来就比一般飞行来得高 都会由资深教官来操作 但在进行到悬停滞空科目的时候 军方初步研判疑似 尾悬翼失效导致坠地 而当时现场抢救画面也曝光 哇 严重 两台昏水车 太厚了吧 机场专用消防车强力水柱 不断往S拐东西身上灌 现场串出大量浓烟 消防车是没水 有啊 还在喷啊 都被烟盖住了 据了解这架海军S拐东西 刚完成机上移电系统的陀螺更换 要进行保养试飞 一出军港海面后就回头往基地 但在22号下午3点55分 突然意外坠地 再从现场画面来看 机身断成两截 增加飞机几乎烧成废铁 而一四尾悬翼结合处 零件还喷飞 砸中营区外民宅 这个本军是初步 依照塔台人员目视的情形 以及飞行员的口述 来研判一试 为飞机丧失尾悬翼的效能 有关于确确的噪音 任戴亚后续的调查来确认 第一时间军方判断是装备故障 但记者会上海军说是依照塔台人员看到的 和飞行员口述初步研判 而第一时间正负驾驶和塔台的通联记录 并没有提及有机械问题 会是后续事故调查的报告 来确认事故的噪音 另外我们检视了通联记录 没有提及机械的问题 其实这架海军S拐东C 是在保养是非迁放前 也就等于是非妥善机 飞行风险本来就比较高 到底哪里出问题得留给事故鉴定 但能确定的 这和军方说的重落地确实有些落差 这架反潜直升机重落地坠毁 但竟然传出直到过了将近一个小时 还是靠民间网搜 位在台北的国军联合战情指挥中心才知情 不过今天国防部长邱国正则反问 如果没有回报 他怎么会知道呢 要外界不要转移焦点 到医院探视机械掌前 邱国正有点怒 因为海军S拐东C反潜直升机 22号发生意外 海军被质疑有意要将大事化小 只是还原第一时间 国防部在下午5点50分 才发布新闻稿 简单写有四人受伤送医 没讲到隔了四分钟 总统府大会报告讲的比他们详细 说确实有一名机工长伤势严重 直到6点43分 海军司令部才再补充 证实机工长是2到3度烧烫伤 就连通报时间 传出民营直升机3点55就迫降 神阴营区一小时左右 恒山指挥所自己网搜 才发现5点战情系统查询确认 而且5点50海军司令部新闻稿称重落地 也传当时剑指部是以迫降回报恒指索 每一书人有其实把电话给我 没有什么延误的 原始管上没有问题 一个小时是太夸张 太夸张了 10秒钟我立刻打电话就立刻给司令 那这样听起来这速度追不上高铁 就连事故原因 司令部都称是重落地 但专家直言不可能 那我认为飞机是迫降而不是重落地 我初步看到它零件能够喷飞 到那么远到几百公尺外面 那是甩出去的 离心里整个甩出去 那这样子飞机有问题有故障 那就回来紧急落地 若是重落地 按理来说在可操控情况下 不正常落地 事件发生以后 本部依照规定 寻系统 向各级来实施回报 在这一部分 我们也会列入调查 恩爸爸向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喊话 要他们如果良知还在就该支持新北市府行政调查 他强调没有特别点名也没有政治目的 一切都是为了找出真相 要国民党议员站出来加入讨伐自家新北市长侯友宜的行列 恩恩爸爸这一番话 蓝一鸣带这下更进退两难 面对一个生命的逝去 国民党议员当然想跟市民站在一起 偏偏市主是侯友宜 要检讨自己人 怎样都不是 在恩恩案风暴下 只能低调再低调 恩恩爸爸的喊话 凸显蓝银尴尬 因为民进党在恩恩案上 找到失利点 从议会到党中央 频频重炮攻击侯友宜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威 再轰民进党官方脸书 疯狂发文带风向 根本是政治操作 这个是没有所谓的攻击 因为大家都是想要追求一个真相 那这样的受害 其实是不分任何的党派 不分任何的颜色 所以确实国民党是有这个必要 应该要进行 跟我们一起来追查这个真相 蓝绿哥有说法 疫情下的孩童救护悲剧 从社会案件 变成政治事件 TVBS新闻 刘历成立平台北报道 而恩恩霸点名下台的两大局长出面了 新北市消防局长黄德青 以及卫生局长陈润秋 在疫情记者会上还原恩恩案情 黄德青甚至跳针重申六次 新北没有自创SOP 至于恩霸苦求的卫生局横向录音档 陈润秋则回应 电话没有设置录音系统 新北市没有自创的SOP 新北市没有自创的SOP 这句话重复讲了六次被恩恩霸点名下台的新北消防局长以及卫生局长 消失几天后 终于亲上火线回应 恩恩案发生后 中央也分别在4月17号跟4月20号 也修改了相关的指引 意思就是说 119不必再联系卫生局协调收支医院 即可立即派车 尽管被桃源快一通方案打脸 消防局长仍搬出今年1月警官署收定的措施佐证 当时居隔或检疫的人打给119或卫生局后 救护人员要先通知医院才能送医 再次强调4月14当天后送机制没有问题 确诊者他必须要在中央的法传系统上面查询 接触者又需要在trace系统上查询 这两套系统是不相通的 恩恩爸目前缺少的那块拼图 就是卫生局跟双核医院横向通联录音 但这回似乎和新北市政府定义的争议事件并不同 面对恩恩爸提出七大疑点新北市政府团队在15分钟的疫情记者会上两大局长就花了10分钟解释恩恩案引发的舆论踏罚 至于被恩恩爸指控上午扛全责下午司法负责打迷糊仗的侯友宜 依旧坚持这句话 指挥官陈时中已经解隔多日却还是快筛养专家甚至分析主要是因为陈时中是高风险族群 而且年纪大没有变重症已经很万幸 详细内容在一起的请问 这是关于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他是在6月12号确诊的是最早确诊也最早解隔离 但是现在都解隔离过了四天了 他的快筛都还是两条线还没有转为阴性 而他先前的症状包含的是喉咙疼痛以及咳到骨头都会痛 所以像是这位台大的医师李斌颖就说 陈时中已经是68岁是高龄而且又抽烟 算得上是一个高风险族群的患者了 所以他认为没有变成重症就已经是万幸了 这听起来有点严重 所以看到是指挥中心也出面的缓加说 部长的身体很好的 李医师应该只是开玩笑而已 而且毕竟李医师看的都是小儿科 可能比较不清楚这个成人的症状 那我们看到的是目前指挥中心的陆续确诊的人 包含是王碧胜 薛瑞远跟石崇良 都已经陆续的返回指挥中心正常上班了 为什么李斌颖医师会认为指挥官他没有重症已经是万幸 他也是小儿科的啦 他可能比较不清楚成人的部分 这话一出全场大笑 中央疫情指挥官陈时中本来20号就能出关 无奈怎么快筛都是两条线 医师李斌颖说因为他年纪大 是高风险族群 没变重症就很万幸了 可能李医师有一点开玩笑的成分啦 部长的身体其实我观察一直都很好 跟这个确认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干净澄清陈时中好的很 万一他健康有状况还得了 要怎么拼选举因为传出最快七月初 民进党就要征召陈时中选台北市长 林佳龙不断抛证件 立抗陈时中的高声势 尽管受疫情影响陈时中这阵子民调下滑 但也有绿营人士看好 疫情虚往后就会回升 甚至陈时中已经透过牙医界 筹设竞选办公室跟竞选经费 但也传言出陈时中积极接触 绿委吴思耀等人拜会相关团匹 我们没有讨论到选举 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爱之就不要害之 我们也不要献党中央及时中部长于不易 尽管民进党否认传闻 闭关中的陈时中 禁军首都声势不退 也让绿营内部台面下的运作更暗潮汹涌 没错还是有媒体报道 民进党将在下周 整召为副部长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 不过针对黄珊珊最近民调爬升 似乎也让绿营感到焦虑 再交给运文为我们分析 好这是关于年底的台北市长选战 现在确实有传出的是 陈时中在拜会一些相关团体之外 也在准备要筹设他的敬拜 并且可能在下周就被民进党来征召 但是对民进党中央是出面否认的 说这纯属传闻 但是也看得出来 似乎民进党真的都在等他一个人 我们居然看到是 这根据是民进党的中常委 也是北市议员梁文杰 他就说如果不考虑陈时中的话 早就已经提名人选了 那他也认为陈时中应该在三月份 就要离开指挥中心 当时疫情是比较合款的 没有什么疫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陈时中是拖到现在 都还没有请辞指挥中心 所以他认为到 未来如果他继续的主持 这个防疫的问答的话 会衍生更多的政治问题 像现在由罗一军在问答的话 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多政治工房 就相对的平静很多 而且他也认为 如果民进党还是持续的 不提人选的话 那现在黄珊珊的民调 已经爬到了第二名了 绿营却还在原地踏步 让基层都很焦虑 所以他希望民进党可以在 7月17号之前完成这个 双北市长的提名作业 有最新的消息 海军反潜直升机中落地 其中伤势最为严重的流性机工长 晚间家属因为不忍他再受折磨 选择放弃急救 最新的消息我们请记者 林又璇带我们来关心 好 主播那根据呢 最新掌握到的消息 在针对反潜直升机中落地 造成了这个机工长流上与上 这个士官长 他的一个大面积的烧烫伤 有95%的这个烧伤 那么呢 今天早上一度是因为 呼吸心跳不稳定 由医疗团队装了这个叶克膜 进行抢救 不过就在9点多烧澡的时候呢 传出了因为这个家属不忍呢 他在抢救过程中呢 有这样任何的一个这个病痛 因此呢 忍痛的要将他放弃急救 因此呢 是留了最后一口气 要将这个机工长送回在桃园的老家 那整个过程呢 都由同袍列队 不舍的还喊着说呢 回家了 那家属这边也相当的低调 目前已经从这个左营的国军医院出发 要前往这个桃园的老家 那以上是来自高雄的最新情形 主播 好 我们会不会持续带您来关心 而继续回到政治焦点 民进党谁选新北市长 还没有明朗 而传出以立委罗智政机会高 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被问到 是否推荐罗智政的时候 他却提到了立委吴秉锐 被认为或许呢 苏奎心中另有所属 而罗智政被问到选举 他则说党内一定会推出最佳人选 是为了哪件事打气 你我嘴上不说 但心里很有默契 传出立委罗智政出马选新北的可能性很高 这回新北小英之友会的活动 他当然在场 前副总统陈建仁也来了 直接用行动站在一起 但新北市苏贞昌的大本营 传出因苏两派对于推罗智政 已是最大公约数 但前一天苏奎这个回应 那会在选举会上推荐他吗 像吴秉锐是资深的立委好人才 罗智政是资深的立委好人才 我都会乐于推荐 明明问的是罗智政 院长这番话难道是透露内心有别人吗 但也传出党内还没有放弃 劝敬林嘉隆选新北 或许是母鸡难缠的焦虑 有议员甚至先挂上了 和正副总统的看板 我们期待强儿有力的母鸡可以出现 可以赶快带领小鸡 把整个市政院警提出来 那我也觉得这些人各自有优势 像现任的立法委员 因为在新北市哪是在地 在小鸡心中最强人选是谁还不好讲 但看看民进党已提名的12线市中 基隆云林市政国会人选 台中 宜兰 屏东市新潮流 反之英系或泛英系人马超过一半 包括林志坚 黄伟哲 陈其迈等 而若最终双北提名了陈时中和罗志正 那么英系在六都中就占了四都 太细的一个考量不应该是一个所谓人选考量的唯一或绝对的一个因素 最适合的人选最有胜选机会的一个人选才是应该考量的一个因素 不知道对党内来说罗志正是不是最后对战侯友谊的最强棒 而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志恩传出下周将获得蓝营的提名参选高雄市长 而今天他也正式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并且说在蓝营最低迷的时刻 他没有理由不存立以赴 传出下周可能获国民党提名参选高雄市长柯志恩拜会王金平 却似无悲的阵仗吓到了导致王院长老神在在 我请他帮我去打几个电话 那院长马上就不用看手机 他就自己背出所有的手机号码一一来告诉大家 柯志恩可能会有机会下去请大家如何如何 为了王金平这季强心针柯志恩在高雄或许不必担心 没靠山态度越来越笃定 下礼拜三应该是有这个机会跟可能 我想在这个此时此刻国民党最低迷的时候 没有理由不为党做这样的一个全力以赴吧 看来要正式成为参选人柯志恩就欠缺最后 临门一脚眼见母鸡就快就定位 在地的蓝议员团体KK正线率先跳出来表态力挺 我们KK一致欢迎他参选 那也会团结力挺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看好柯志恩能弥补国民党对高雄市民情感上的亏欠 只是原本有意参选高雄的人 有会不会顺利归队 我们当初站出来是为了抛砖引玉嘛 我们也是为了不确战嘛 那既然现在党中央有觉得有不错的人选 我们当然是一定也会全力支持 昨天你看高雄大学 他做了一个网络的民调 他做了一些分析 那我张亚总是排名第一了 而且遥遥离间其他所有人 只要党中央高兴 他愿意提名给谁 我基本上都是尊重 虽说会尊重党中央提名 但就怕只是貌合而神离 TVBS新闻陈澄 王兴兰 艺术教组 台北有道